我們今天講到這個題目是很實際 是很需要用的 就是怎樣幫助人的靈命建立 由他初信主或者信主都蒙茶茶的 幫他清楚信主 因為有幾種的方法 不同的方法在裡面可以用得著的 所以這個內容都是挺豐富的 所以大家的心理準備都是豐富的 其實你簡單寫一些筆記就可以了 你不一定要寫 或者你直接拍都可以 讓你用多點時間留心去聽 讓你可以應用出來怎樣幫助人的靈命 這個都是我時時做的事 因為很多時候有人找我 不同的原因 他靈命的問題 或者他重答問題 家庭問題 或者邪靈問題 都需要建立他的靈命 或者有些人他是未信主的 或者他信有問題的 首先這個三金字塔代表什麼呢 就是在教會裡面 就是有參加教會 或者說信耶穌的人 其實有幾多的類別 這個其實是一部分的 不是未必是全然的 最下層就是與神的關係有問題 即是說其實他是說信耶穌 或者說回教會 但其實他與神的關係有問題 甚至可能是不得救的 的而且他在教會是有這樣的存在 亦有很多人說我信耶穌 但其實他與耶穌有問題的 第二 最低的層次 其實這樣的人是很多的 再高一點的就是 其實不一定是高一點的 這個未必是高一點的 即是說有些人是專注在他的需要 他可能是信耶穌 但他經常都說 哎呀很慘很慘 當他專注在他自己的問題 就發覺好像經常都有問題 專注在他的問題 那又說上一層就穩定參加教會 什麼穩定參加教會 好字是好 但是呢 也都是可能他裡面 也都未必是提升到侍奉的 即是上面一層呢 就說到他會結果子 他會在各方面 他會有生命的果子 他生命的果子 以及侍奉的果子 即是有侍奉的 那又說上一層呢 就毀生結果子 毀生 他的生命是有聖靈的果子 有侍奉的果子 那可能有些人說 哇 那已經很高層次了 但是還有一個最高的 就是一個處理生命 以及策略性的侍奉 什麼意思呢 就是他生命裡面 所有的問題 不開心 煩惱 被人影響 負面情緒 負面思想 慈意識 生活方式 儲本處理 以至他經常都在神的同在 時事處理生命中 所有的問題 還有策略性服侍 事奉是要策略的 怎樣能夠有最有效的方法 譬如趕邪靈 我都去嘗試看看 哪個方法 趕邪靈是最有效的 因為有時候趕邪靈可能很辛苦 怎樣最有效呢 其實今天有攝錄到 我講了一些解釋 在門楼訓練放在那裡 怎樣去跟人說邪靈的方法 或者是侍奉的方向 譬如我現在 和我一年之前去短書已經不同了 就是我更加注目在那個教目身上 之前也是 之前也有時候有些教導 其實是一路一路進步的 一路怎樣去找更好的方法幫助教目 現在來說我去短書 一定用更多時間跟教目溝通 跟他溝通 這些教導可否應用在你的教會裡面 以及跟他溝通 他侍奉有什麼困難 去回應他的困難 還有我就說我最主要想訓練教目 以及他侍奉的人 就是講明給他聽 讓他知道我最主要不是來做聚會 因為很多人就喜歡我們來做聚會 醫治聚會 釋放 去做一些聚會 讓更多人來到教堂 我說更多人來教堂 但是他可能靈命都是很弱的 最重要是我們訓練人 生命更新 這些人去訓練其他人 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當我們找到這個侍奉的策略 這個是發揮最大的 如果只是就這樣 慢地服侍 慢地做 不正行 譬如 如果你去趕邪靈 你可以整天都有人 如果你宣傳 我專門跟人說邪靈 一定會有很多人找你的 你可以從早到晚都去趕邪靈 但是你從早到晚 趕邪靈 是不是代表你的侍奉提升 未必的 不是一定的 因為很多人趕著邪靈 跟著他又會 沒事了 他又照正常 就是好像以前那樣生活的 他沒有想到 邪靈釋放之後 我要完全的跟蹤神 他總是覺得 我仍然可以用回我的方法 可以用回我的方法來生活的 但是如果一個人 真的完全毀身 是奉神 跟著神 你想得福 想完全釋放 聖經說到 就是 完全行神的路 因為當你不行神的路 生命又破口的時候 魔鬼一樣會入侵 即是說我們的生命有不開心 又煩惱 還有沒有侍奉神 聖經都說到 都是有問題的 因為又惡又懶的僕人 根本就也不會得到 神封城的恩怜 所以神計劃 每一個基督徒 都是更大被神使用 不是在一個 即是說我自己得救 我自己釋放 我自己平安起來就算 而是一個 如何去發揮出來 發揮的人 才是能夠 他的生命提升的 如果一天他沒有侍奉 他的生命始終都是 停留在一個 不是完全行在神的計劃裡面 並且侍奉中有很多種的 因為有些事奉 你是可以很忙碌 你做很多事 但是影響人的生命 的改變是不大的 我們要著重 改變他的靈命和神的關係 傳呼音和建立他的靈命 這是最重要的 所有事奉都應該 直接跟這個有關係 有些人會僅僅追求 僅僅得救 其實很危險 僅僅得救 他的心態已經可以是不得救 他僅僅跟神有關係 他可以生命裡面有很多問題 好了 這裡我講了幾種的方法 一個方法就是輔導 輔導是可以幫助人的靈命的 輔導處理生命和生活上的問題 也都 當然都是包括靈性的問題 不過這個輔導 亦都可以是其他幫助靈性的第一步 就是幫助靈性都是需要輔導的 有時輔導又不用想著一個很長的輔導 有時你小組的時候 的過程都可以是輔導的 就是聽到他的問題 回應他 然後就引導他 這樣都是可以是輔導的 內容包括聆聽他 了解他的情況和困難 感受他的感受和關心他 就是知道他困難 就不要只說他錯 而是感受到他是困難的 他一個狀況是困難的 雖然他應該是 不要這麼依賴自己 雖然他不應該這樣看罪中 但是我們怎麼告訴他呢 他只是覺得我們指示他 我們可以都感受 他心中的感受他的困難 然後引導 你留意下面 三個step 其實到最後都是 都是跟引導的關係 就是引導他 第一就是引導他了解他生命有什麼問題 然後引導他 找一個解決他的生命問題的方法 然後引導他用可行的方法處理 就是怎樣的方法處理呢 然後就跟進他處理的問題 就是這個很簡略 之前我們有講過輔導的 這個是其中一個幫助人靈命的一個方法 其實我做了所有釋放祈禱 所有的幫助 我都會一定有輔導的部分 好了 那跟著呢 就是你都可以解釋給別人聽 親近為尊重神必然蒙福 那這個亦都是 令到有更多人 更有動力去親近神 當然 其實我們親近神 最好不要停留在只是這個狀態 如果經常說我要蒙福 那你當然要做什麼 我都是要蒙福 我做什麼福氣呢 這樣一想呢 又是會有問題的 不過的而且白神是祝福人的 所以這個是一個推動力之一 我一起讀這個經文 詩篇三十四篇十節 少藏獅子還缺食隱岸 但尋求耶華的什麼好處都不缺別 就是神一定祝福的 我告訴他 神一定祝福你的 馬太六章三十三節 你不是要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 這一切都要加給你們 就是這個經文大家都可以很熟悉 很熟悉的就是神一定會祝福 凡是信靠親近遵從祂 好了 其中一部份我們應該做 就是解釋怎樣得救 我們有幾個部分可以做的 一個就是解釋怎樣得救 然後解釋基督徒之後做什麼 第一就是用懊悔求主寫 因為我一寫到寫懊悔 很多時候我都會有說認罪 不過我想一下最好我用懊悔 因為認罪可以 你有什麼罪就認 那你認 好 我有說謊 我有難人 我有想過不好的東西 我有吳曉書 就是認而已 認就認了 就是說出來 但他未必是懊悔 就是他知道這件事是不好的 是有破壞性的 這個就是引導他知道 譬如尤其是一個人 臨終那些去病床 探訪那些人 更加我們要幫他去報悔 一生所犯過的罪 有沒有覺得後悔呢 有沒有覺得不好呢 那些東西是有破壞性呢 我們一起讀一下 一書一章九節 我們若認自己的罪 實是信實的事 公義的 必要赦免我們的罪 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 我們這裡就可以告訴他 神一定赦免 神一定赦免 有時候有些人就聽了你 好啊好啊 但他未必真的信 那為什麼他不是真的信呢 因為他覺得 世界上的人 是很難會真的遙書人的 你想想你 得罪某一個人某一件事 譬如你 令到一個人 就算是一件很少的事 你令到他損失了一些錢 譬如這樣 或者很少的錢 損失了二百元 一百元二百元 或者令到 他在某個情況有些尷尬 或者是令到他 有一句說話 他有私隱的東西 你無意中說出來 人家聽到 總之無論是有多小的事 我嘗試說一下有些小的事 或者你 當然你碰到他 多數人都不會很介意的 但如果你 譬如他做一個文件 你跟著弄髒了他 那他又會很介意的 到底他真的 是不是遙書你呢 其實有些人 就是因為這樣的小事 就會生氣人很久很久 所以我們 很多人就會覺得 人都這麼難遙書 神怎麼會遙書我們呢 我們就可以用一個例子 就是神給我感動的一個例子 就是好像拍燈制 你拍燈制的時候 燈會不會想想 今天開不開燈呢 因為今天我不聽你的話 我今天不想開燈 我沒有心情了 燈不會這麼說 燈當然是會開燈的 那神呢 是一定跟從他的應許的 就是當我們認罪他一定 他一定射臉的 這個我們要告訴別人 神跟足他的應許 他的說話 他跟著他做的 詩篇五十一篇十七節 神所以的祭就是憂傷了你 神啊憂傷 神是會的心裡 與不輕害 這個就是 第一就是懊悔 第二就是信靠耶穌的救恩 因為福音一章十二節這裡說到 信就用了另一個詞來形容 凡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 這個信用什麼名詞 信就是什麼 就是接待 就是receive 接受接待 就是你讓祂入你的生命 讓祂做你的主 讓祂掌管你 這個就是接待 就是說信耶穌不只是投腦信 因為有些人信 信某些神 那些假神 他們信的意思就是 總之他信 那到時到後就拜一下 他就叫信 他不是跟從祂的 他沒有說 他有什麼要我跟從祂 他沒有的 其實為什麼這麼多宗教 很多人會很歡迎呢 因為基本上是 沒有什麼說處理生命的 譬如你不要 有些可能說你不要吃什麼肉 你到時到後要做什麼 就是做這些東西 人比較容易 但是基督教為什麼 那麼多人不喜歡呢 就是因為祂是要人悔改 離聚 還有改變祂的生活方式 不要再犯罪 去祝福人 那麼很多人就覺得很困難 因為覺得 這些事情太難放手了 不要打麻將 不要搞錯 不打麻將不行 不可以生存 有些人來說 他們覺得不打麻將 不可以生存 那麼接待耶穌做我們的主 還有神愛世人 將祂獨生子 賜給我們 叫一切信 這個信 不只是投入信 是信靠祂的 另一件我會做的 就是為祂按手祈禱 這是我很多時候都會做的 當他經歷到聖靈 就告訴你 神這麼真祝福你 你想耶穌要祝福你呢 那就帶祂信主了 或者說 耶穌這麼真祝福你 你都將來有能力祝福人 你想不想有這個聖靈的能力 那你想的時候呢 那你就可以解釋 告訴他 那現在因為我放在網上的電影有很多 影片有很多 那次數看 因為有三處地方 那有些可能大家都 因為多數我給大家知道呢 就是耶穆斯那個其中一個 另外還有兩個 一個是普通話的 那這些都是 就是總共的點擊數呢 就是我再之前呢 已經數是有七十萬次 可能現在八十萬次都不定 我不知道總共有多少次 就是說很多人看到 所以這個其實 這個都是一個見證的方法 讓很多人呢 可以看到 所以很多人就要找我了 去找我去做釋放祷告 那我這個 這些經文呢 就一張看得完 神做 聖靈會做不同的工作 第一就是賜平安 那這些經文你都寫下了 就是你或者拍下了 有四章二十七節 就是神將平安給我們 很多人都覺得很平安 或者是輕鬆了 勞苦丹重丹的 可以得到輕散了 馬太十一章二十八節 或者聖靈將神的愛 囂灌在心裏面會感動了 羅馬書五章五節那裡 心靈的醫治 以創作書內一章一節 就是醫好傷心的人了 那就是趕鬼醫病 馬可福音十六章 十七到十八節 鳳鋼命 趕鬼 搜案病人 病人就必好了 還有喜樂 喜樂由代替悲安 以創作書內一章三節 身體會舒服 我肉身有安然居住 又會醫治失眠 睡得好 詩篇四篇八節 我必安然躺下睡覺 因為獨有你 然後還使我安然居住 然後呢有能力了 善良傳一章八節 你得了能力 在耶路撒冷至地 作祂的見證 那如果是一個未信的 我們就告訴你 耶穌這麼好 你想耶穌之後祝福你 你越跟從神 神的祝福越大 臨到你身上 如果祂是信了耶穌 我們就說 你可以更大祝福人 你都可以分享 我們為人祈禱 有多少的見證 所以我鼓勵大家 你盡快處理你的生命 那你就開始為人按手祈禱 處理生命之後 為人按手祈禱 你就會發覺越來越多人經歷 你的朋友呢 就會帶你的朋友來的 這樣的時候 你那個生命的發展 是可以很大很大的 在我初期經歷聖靈的時候 和現在是很不同的 我也記得當時 我在安卡羅的聚會 1998年 我經歷聖靈充滿了 我1999年的時候 一年之後 我就在同一個聚會 再一次舉行 那我就幫忙釋放祈禱 那時候我還記得 那我就和一個人祈禱 只有另一個人說 你和一個人祈禱 很有能力 那些人經歷釋放 那我就說 和我一起的那個 就是 我不知是誰 我就說 和我一起的那個 但是看到 那個人很渴望 很渴望 那其實我也都認識了 很多基督徒 在當時來說 他們就開始為不同的人祈禱 但是我也都看到 有些人願意 有些人也不願意的 那我希望大家 因為這個渴望的心 渴望聖靈 更大的臨在 你越粗練 就越多機會看到聖靈的工作 尤其有些情況 就是有些人 他邪靈的釋放並是完全那時候 就更加有操練的機會 所以如果有機會 可以為這位姐妹去做祈禱 讓你操練一下 讓人釋放祈禱 咦 你發覺 都能夠有些反應 那你就知道 我身上都有聖靈的能力 所以一會兒 如果大家有機會 可以試一試去操練一下 好了 那這個另外一點 其實我講出不同的點 可以怎樣做 來幫助人的靈命 這個就是解釋 真正重生的人 必定有的表現 第一樣 這幾樣就是 有些人都是信主的方法 是繼續會悔改認罪 為什麼呢 因為你真是信主 你是會繼續知罪的 如果人沒有繼續知罪 就是說他不是真的 跟神有關係的 這裡聖靈都警告 在啟述六二章五節就說 如果你不悔改 我就臨到你 那裡擺你的登台 從元柱下去 如果有基督徒 他都說到教會 整個教會可以沒有了 如果你不悔改的時候 所以整個教會 或者基督徒 都是要繼續在悔改 可以認罪處理罪的理念 有時我們的罪 可能是沒有以前的明顯 我們現在沒有罪了 但是我們都要留意 我們有沒有 有時覺得自己 就是留意不到自己的罪 我們有時看少一些人 或者覺得自己總是對 覺得自己總是對 就已經是罪 因為總有些地方是錯的 或者說別人的不對 這個是錯的 閒話一個 很多人都很容易會出現的問題 就是很容易會說別人的東西 所以我們在說別人的東西之前 我們問一下 到底我是想這個人幫他 或者是想發洩一下 發洩一下 這個就是犯罪 如果這個人可以幫他 那這個就是一個正確的方法 比如說你找傳道牧師 或者他幫得他的一個經濤 跟他談怎樣幫他 那這個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你找一個三不識七的人 你跟他講 他都幫不到的 那他就不需要說了 那我們就留意一下我們的舌頭 繼續悔過一理罪 和他繼續信靠神 繼續接待耶穌 如果不是聖靈感動 沒有人能夠稱耶穌為主的 就是說一定這個人 是繼續信靠神 做祂救主 和繼續親認神 繼續親認神 有看十五章五節 我是葡萄樹里門 是知子常在我裏面的 我也常在他裏面 此人就多結果子 因為來了我 你們就不能做 做什麼 就是一定在耶穌裏面 不在耶穌裏面 一定沒有能力 一定跟他 在另外第六節 那裡有講到 如果知子不在葡萄樹上 就雕在地上 外面枯乾 人拾起來 溫在火裡燒了 如果不在耶穌裏面 就會一定有問題 還有愛神 若有人不愛主 林詞十六章二十二節 這人是可助可就的 有人不愛主 是可助可就的 很嚴重 就是說 很多人說耶穌 就是想耶穌祝福他 但是沒有想到我 去愛耶穌 耶穌這麼好 其實我經常都覺得 耶穌真的好得不得了 什麼事我都看到耶穌好 每一件事 我們身在構造 我覺得耶穌非常好 其實我有很多很多例子 不過我隨意舉一些例子 我以前有一個牙醫的朋友 有一次我咬一塊三文魚 就不知道裡面有一塊骨 一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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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牙爆了 是啊 那我就去找他 那他就跟我去 結果是 爆裂的部分 他說剛剛 就在 就是在牙線那個位置上 是有危險性 可能不行的 不過結果都是可以的 就是我最後的牙齒就是 就是 製作了 包了 包了牙齒 就是現在還是可以的 還可以用的 他就說一件事給我聽 他說 其實我就說 為什麼牙齒這麼容易咬碎呢 他說 其實呢 我們牙齒會碎 就是會裂 是一種神的特別餘味 我真的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神特別餘味呢 因為這樣 他說呢 因為我們的骨 是硬 就是那個堅硬的程度 比牙齒的 牙齒其實很硬 不過不及骨的堅硬程度 如果牙齒和骨都一樣 那麼硬 有一個可能的效果 就是如果你無意中 你不知道 吃魚 裡面有個硬骨 就是有些軟骨 就沒有問題 硬骨一咬下去 牙齒很硬 它承受了一個力 但是那個力 就衝了下去下面的骨 下面的骨裂 問題就很大 就是牙齒裂了 最多 如果沒有牙齒 你就拔掉牙 沒有了牙齒 有牙齒 你又可以有方法去救 或者弄假壓下去 但是如果下面的牙齒裂了 就很大件事 這個也是神的預備 讓我們的牙齒 當牙咬了那個硬度 還沒令牙齒裂之前 那個牙齒裂了 它裂了 把它裂掉 就不會整裂下面的骨 那我覺得都是很神奇 就是這樣神速想起 如果正常說 就是有些人說進化 那你牙齒裂進化 當然是說骨 為什麼那個骨去到那裡 會不同其他質地呢 為什麼那些骨就會裂呢 那些其他骨沒有那麼容易裂呢 都是有一個 就是怎樣會進化出來呢 那這個其實都是神創造的 其實我賣物 我都看到神創造的奇妙 就是神創造的 也是很多種顏色 那些鳥仔 那些魚啊 那樣東西都是很多顏色 還有很多種生活方式 各式各類的 是多到不得了的 那現在這個世界越來越差 但是依然有很多種的生物 就是人們都覺得是很特別的 譬如我去過這個 這個什麼 嘉道里農場 其實這個是一個很好的農場 也是很便宜的 就是你們去呢 三十塊入場 三十塊入場 其實它很有心機 裡面很多種植的 那它也有些巴士 譬如周末上去上高 車上去 就是你可以在那個地方走 那樣 很多很多種的生物 那它下面呢 我今天就看到有 川山甲 川山甲呢 它就說是貧林絕種 那它就 它就告訴我 它說川山甲 就是為什麼這麼特別呢 就是因為它是食蟻 那我們就是食蟻 那有些東西 就是其他動物 吃很多東西 那食蟻又怎樣 就是為什麼這麼特別呢 它說其實很重要的 為什麼呢 因為那些樹很多 有白蟻在那裡吃 那如果不是有川山甲呢 它就吃了它那些 那些白蟻 那些樹 那些腐爛的程度 就嚴重了 它就吃了它 等它沒有那麼侵蝕得那麼緊要 但因為人類就 捉了那些川山甲 就拿那些甲來做藥材 就令到它貧林絕種 但這都是神設計的 是一種特別的生物呢 是保持那些樹木的健康 那我就覺得 神做每一種生物都有它的目的 其實真的很好啊 我們的神 你會不會覺得 哇 神真的好到不得了 我希望你都好像我 經常都說 神真的好到不得了 那你就會天天呢 你一祈禱 神真的好 我感謝耶穌 神你真的好啊 就是每一天每天都會 這麼歡喜 那你就容易胜地充滿了 那就是有種愛神的心 感激神的心 另外就是遵從神 馬太七章21-23節 真的到時有很多人說 我不是奉你的命 主啊 主啊 因為這些人是 稱呼主啊 主啊 不是普通在街上的人 是會知道 稱呼主啊 主啊 就是什麼人呢 就是懂得什麼 祈禱 凡人稱呼我主啊主啊 丁人包含都盡天國 他有祈禱 但他不能夠主啊 因為他沒有遵從天父的旨意 到那日必有幾個人 是不是有幾個人對我說 許多人 我特意問問一下 是不是幾個 不是幾個 是許多 很多 有很多人跟他說 他說 主啊主啊 他還懂得叫主啊主啊 主啊主啊 我們不是奉你還沒傳道 奉你還沒趕鬼 奉你還沒行得多餘能 人可以做很多事情 但他跟神的關係有問題 他沒有真的生命尊重 譬如他做很多事情 可能他家裡有吵架 他家裡沒有愛心 這樣的時候 他就不是真的去行神的路 這樣的時候 耶穌就說 我從來不認識你們 是很淒涼的 所以我們幫助他們 你到底跟神的關係 會不會有這個問題呢 我們有沒有 最好用正面 我們遵從神是最好的 不遵從神 必定有不悟 一定有不好的後果 還有 遵從全律法 一條跌倒就是犯了中條 就是說 很多人做很多事情 很喜歡在教堂做 不過回家就不肯做了 在家就不能夠遙書 在教堂呢 都可以遙書 因為那些人不是經常見到 但在家裡那個 經常都見到 就會覺得很難遙書 因為耶穌沒有說 你會遙書那些容易遙書的人 不是遙書那些好人 是遙書那些好難 聖經沒有說到哪些人你遙書 總之是人就遙書他 是人都遙書 這樣的時候 如果不遙書 有一天神就會跟我們說 你沒有遙書人 我都不遙書你 有一個非洲的牧師 就是去到天堂 又去了地獄 跟著天使就說 因為他 他生氣他的太太 因為他 早些事 他太太刮了他的腳巴 他就很生氣 他就不理他太太幾天 跟著他撞車死了 先去了天堂 又跟著去地獄 有一個天使就說 按照你所做的 如果今天離世 你是留在這裏 哇 他嚇得不得了 有什麼可能 我傳這麼多福音 他說 你沒有遙書你的太太 聖經講了 你沒有遙書人 天父都不遙書你 不過呢 神給你機會 你可以回去 這個情況給他機會 但是 人 到底有多少人 因為他不遙書人 一直受影響 以致他失去跟神的關係 到底 什麼情況 神會用這個說話 來追究人呢 我們不知道 但是你不要試一下神 你不要 讓我試一下 先看看 看看 我不遙書這個 可以嗎 你不要試一下 你試完之後 你不能回頭 所以你千萬不要去 以身是法 犯一條 你生氣一個人 你整個人都不行 不行 你不喜歡某一個人 你整個人都不行 你的心有些鼓氣 你就整個人都不行 所以任何的問題 都是影響我們 所以我自己是會刻意處理的 任何事情 這麼不舒服 我就問為什麼不舒服 我就立刻去處理 好了 還有結果子 即是說得救的人 必定結果子 第一就是聖靈的果子 《加拉提書》五章22字 聖靈的果子 另外就是 生命和事奉的果子 事奉的果子 就是 結果子 屬於耶穌 結果子的就剪去 結果子的就修理乾淨 叫我們結果子這麼多 然後這六點 我們再看 還有一個經文 羅馬書十二章一到二節 就是 就是 將生命獻上 當作活際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 心意更新而變化 就叫我們測驗 何謂神的善良 神的善良 純存可喜悅的旨言 這要講到 就是說 我們每一個人都去追求神的旨言 但是很多人就說 我都追求了 我都說耶穌 不過我不追求曬 就是 那你就覺得 不追求曬都OK 就是我都做了八成的了 我是有兩成不做 因為那些人特別差 我真的很難要輸的 那時候 其實那兩成 或者一成 其實很多人不是只有兩成的 是有很多 他的生命有一部分是沒有處理的 他只是處理些少的 那當他沒有處理的時候 這個部分是會令到他整個生命受影響的 但是當一個完全跟著神 他整個靈是通的 和神的靈相通 通的時候 神就可以祝福他 賜給他很大的能力 能夠叫他祝福很多人 但是他的生命受阻 他就一定受阻 就是說他有些障礙 有些不開心 煩惱 他整個生命會受障礙 所以不要以為 十分之一的生命不處理 你就只有九成了 不是的 十分之一的生命不處理 你可能只有八分之一的過效 為什麼呢 因為你十分之一 你的怒氣 你的不搖書 或者不開心 你就應該整個人不行的 有很多人就是沒有處理一部分的 當他處理完 我是追求處理每一件事 我任何一件事 在我裏面 任何一件事 我發覺 那麼多人對某個人不接受 我馬上會處理 為什麼我不接受他呢 就算他有問題 我為什麼不接受他 我依然接受 我選擇接受 就算我發現他有問題 我依然處理 依然接受 為什麼呢 我不值得因為他的緣故而受影響 所以我依然去祝福他 去接受他 去接受他 好了 這六點 這個其實很重要 我們再一次 記不記得 悔改離聚 第二 信靠神 親近神 愛神 遵從神 沒記不記得 六者 下山 一起說 悔改離聚 第二 信靠神 其實孽如認記得 悔改離聚 Quickly 這是得救的方法 悔改信靠主 接著是關係 親近 接著關係會怎樣 愛 愛先的 愛神 愛神 然後遵從 遵從接著是結果子 遵從與結果子是否相連 遵從與結果子相連 愛神與親近神相連 悔改與信主相連 那就容易記了 這個是我們可以幫助 即是人能夠清楚信人數的 悔改信靠 親近愛神 遵從 遵從 結果子 我們要說清楚給人聽 不是靠這些得救 是悔改信主得救 這個是得救的表現 這個說得很清楚 怎樣呢 不是靠行為得救 但如果人真的得救 他就不會繼續在罪中 他不會繼續去怒人 他不會繼續去不親近神 他會 真信耶穌 他就會有改變 即是真的信心會有改變 不是靠這些得救 不是他要做得這些 夠完美得救 他一定是信靠耶穌 那你做得不夠完美 怎樣呢 就悔改求主赤面 那你說 很容易悔改求主赤面 那就行了 但有些人就說這樣 他的悔改 但是他繼續犯 那怎樣呢 他得不得救呢 他繼續悔改 他依然得救 不過如果有些人 經常都是這樣 悔改又犯罪 又犯過了 然後又罵人 又不遙說了 然後又悔改 又遙說了 如意遙說 又不遙說得到 然後又不遙說 然後又不遙說 即時常是這樣的狀態 到底他得不得救呢 這個是神判斷 如果人真的有悔改的心 有信靠神的心 他是有改變 他依然是得救 不過是神判斷 到底這個人 是不是真的被神改變 他不是你的程度改變 是你真的被神掌管 也不是說 要100分之100 掌管的人才得救 如果是這樣的 很少人得救 是真的想耶穌赦免 他知罪 想耶穌赦免 耶穌繼續推動他改變 他是會有改變 他一定有改變 如果他完全沒有改變 他總是悔改 他悔改又不改 他又繼續犯 他悔改 但他又不改 這樣的時候 那個悔改 就不是真的悔改 有些人 他又改了些少 有些人說 他很划算 他改了些少 我要改了 他改那麼少 他就能上天堂 譬如這樣 假設他上天堂 但其實不是的 因為每一樣罪有他的後果 他一定受苦 你越是改了 你的人越鬆 越平安喜樂 越走神的路 你越祝福多人 你整個生命提升 是越好的 所以我不喜歡任何一種罪 任何負面的思想情緒影響我 所有垃圾都不要 你要不要垃圾 不要 不要 所有人的問題 是他的問題 為何我要承受的後果 所以我無理由生氣 好了 我第六 就是用另一個方法 解釋 為何基督徒 必定應該跟蹤 以及施奉神 我用一個很簡單的 用五點 這是另一個 就是用不同的方法 去表達這個 這個方法 大家可以記得 很簡單 又不是很簡單 很重要 有五點 為什麼呢 幫我寫了六點出來 但是呢 主要是五點 第一 一起讀 神志掌管一齊 沒有人能逃脫 逃避 如果用廣東話 沒有得走雞 他是掌管一切的 你都記得 有一次我不是有個圖 走雞 雞想走 走不到的 四篇二十四篇一節 一起讀 地和其中所充滿的 世界和住在其間的 都屬於耶華 全部都屬於耶華 你沒有得走雞 是屬於他的 是他的狼中之物 每一個人都是屬於他的 你越不聽他的話 你只是你自己受苦的 即是沒有得走 全部都在他的手裏面 啟示路二章二十三節 都說沒有得走雞 我是那賊案由 肺虎心腸的 並要照你的行為 報應你們各人 神是會看到每一個人 他不就是看 看完怎樣 看完怎樣 經文說什麼 照你的行為 報應你們各人 是報應的 即是今生和內生的 凡你一個人 他有不搖樹 有不好的 他今生會受報應 他不就是內生的 是會今生小朋友的 今生會少真心的朋友 你真正愛人 你就會有真心的朋友 但不一定你愛每一個 都成為你的朋友 但總有人是你的好的朋友 他一定會看到 和照你報應 所以沒有得走雞 由約翰十九章十一節 一起讀一下 耶穌回甲說 若不是從上頭自給你 你就毫無權並辦我 就是 比拉哥以為他有權辦耶穌 聽十節教會 一章才放下耶穌 耶穌說 你沒有權辦我 如果不是上頭 即是說 一切都是神給的 所以 如果聽完神話 神就將一切給我們 如果不聽完神的話 一定走不了雞 一定不走雞 這個第一點就是神掌管一切 沒有得走雞 好了 接著 二、三 很簡單的 已經看過了 信靠遵從 親印遵從神必無福 記不記得 信靠親印神必無福 第三 侍奉主必得賞節 信靠親印遵從 先求祂的國和義 這一切交給我們 馬帝二五章二三節 有良善有終生的僕人 神就派很多涉派的管理 可以進來享受主人快樂 和今生得百倍 來神得永生 我簡單的 這個教導 聖經有多處經文說的 一定得福 好了 下一個 相反 一就是神掌管一切 二、三就是 走神的路就得福 四、五就是不走神的路 不得福 一起讀 活罪最終必有破壞性或失去救恩 在罪中 就一定有破壞性或失去救恩 約翰五章十四節 你已經全預料 不要再犯罪 恐怕你遭遇得更加厲害 就是 這個經文是很重要的 就是說犯罪一定有個後果 遭遇得更加厲害 很多人 講了一次 我都是說 你不要再犯罪 親印神 不只是不要犯罪 因為不親印神都是犯罪的 有些人以為我現在沒有偷東西 我沒有偷人 沒有殺人 沒有罵人 但是 他沒有跟神有個好的關係 都是有問題的 都是一樣被魔鬼留地過 遭遇得更加厲害 《迪加拉太書》六章八節 順有情欲殺種 必從情欲收敗壞 一定有敗壞 一定有破壞性 所以 在罪中必定有破壞性 接著 一起讀 第五 不結果 只必有破壞性或失去救恩 不結生命的果子 又是有破壞性 《迪加拉太書》六章八節 這個又惡又懶的仆人 三十節又如何 將這個無用的仆人 丟在外面 黑暗裡 必在那裡 必要哀哭辭辭 所以這五點 是不是很簡單 第一 就看看 神掌會一切 全部都是神話事 你不能走得掉 第二 你信靠親印他 就一定無福 你事奉他 一定是上次 不跟從他犯罪 一定有破壞性 你不跟從他 不結果 就一定有破壞性 好了 接著這個 第六 我加上一個解釋 一起讀 不願意面對這事實的人 只是單顧今生的事 或以為能逃脫神 為何有些人 都不肯跟從神呢 為何不肯侍奉神呢 他就是 經常怪責自己的事 是否有很多的 基督徒 好慘 好苦 哎呀 我家人對我不好 哎呀 好有傷 好失望 哎呀 全世界都不好 基督徒都不好 有些人就覺得 生活都是不好 的確是這樣的 如果 事實上 教會的人 很多是未必是充滿愛心 如果一個人 經常都沒有愛心 經常都很負面 他的確在教會都找不到愛 我們應該愛他 不過有些人 他的確跟人的關係有困難 他去到教會都很難得到人愛他 即我們基督徒應該愛 但是 不是很多基督徒 願意愛一個 經常都是負面的人 我們應該是愛 但是 他的遭遇可能是淒涼的 我見到基督徒其實有些很慘的 怎樣慘呢 他有年紀 即是中上年 即是中年到 即可能四十歲 五十歲 年紀都不小 做工有問題 現在經常被人解僱 朋友又沒有 經濟有問題 身體有問題 睡覺有問題 健康有問題 哇 整堆都是問題 為何耶穌會這樣呢 就是他存留了些垃圾 經常都不開心 他不是全身為蒙福就是這樣 但他全身為蒙福就不同 整個人是有喜樂有平安 又時時祝福人 又充滿能力 那這個人是一生就蒙福的 即人越是逃避問題 單顧自己的事 或者以為能夠走雞 以為可以有信用分裂症 我相信耶穌就行了 我相信耶穌 我上到天堂 耶穌叫我做其他 我先做 那些別的做 那些傻的做 那些不怕損失的 那些你們去做 那些我不做 那些很多人就會有這樣的心態 但反而他 因為神是祝福的來源 其中一點就是神 其實第一點可以加上這一點 對不起 這個我想一下 神來長官就是 他是包括祝福 即是全部的祝福都在他手上 你離開他 他祝福不了 因為聖經掛名 普通的祝福的人都有 太陽與水過都有 不過 平安喜樂 你日吵架有沒有平安喜樂 沒有 你日吵架會不會健康呢 不會 身體一定有很多問題 所以呢 其實五點就是很簡單 神掌管齊留 包括恩典 祝福 寫完這個 沒有人能夠走 走 然後呢 一邊就是說 信教親近一定蒙福 視奉神一定蒙福 你犯罪一定有不好的後果 然後呢 不視奉神就必定有不好的後果 那就任你選 還有解釋 為什麼有些人不選呢 不選這個跟從神呢 因為就是 經常掛念自己的東西 還有呢 以為可以走得 可以走雞 以為他比神聰明 他比神聰明 神呢 大家 我想在上水 經常都見過那些人走的法律 政府說 他們有下一條策略 就是 怎樣可以運那些貨物過去 怎樣的方法 他總有方法 因為他為了要賺錢 總有人有方法 他以為可以 但是你又不能夠 比神更加聰明呢 沒有可能的 所以結果後果是不好的 這裡六點都寫出來了 那這個呢 都是一個 就是用一個 可以說邏輯性 將聖經的教導 很系統性地說出來 讓大家可以去幫助人 當他相信的時候 很自然的 很自然的 最聰明的方法就是什麼呢 親近神 尊重神 跟著呢 就是侍奉神 這個最聰明了 越是犯罪 犯一條概念 你就犯了中條 總之你 越是不跟著 就一定有不良的效果 而活在最終一定有破壞性 結果才一定有破壞性 不願意對 就是因為他耽誤今生的事 或者以為逃脫 能夠逃脫上 或者其他原因 就是世事 世事的纏繞 然後呢 第七 就可以幫他一步步提升 好了 他在這個狀況 怎樣呢 一步步 不要緊的 今天有進步一點 OK的 已經進步了 今天我所講過 我再 是這麼多 全部是這麼多 我再總括一次 給大家看得到 一個簡單的方法 就是你可以知道你可以的方法 大家知道很多人 在一個很軟弱的狀況 其實這些人也很慘 而對於天國的幫助是很大的 而有差的性 視乎主的人 他的生命的發揮可以很大 而輔導是一個方法 可以幫到人 輔導 然後呢 亦都告訴別人 你信靠親近尊重神 一定蒙福的 先說了 一定蒙福的 一定會祝福你 不是沒有困難 依然有困難 但在困難中可以得力的 然後呢 這個解釋怎樣得救 就是說 幫助人清楚得救 然後呢 按手祈禱是有幫助 就是這些方法 幫人靈命 按手祈禱 解釋 救恩怎樣有幫助 為人按手祈禱有幫助 然後呢 身靜重生的會有什麼表現 其中是 那六項 其中是 喜樂是在 最後 喜樂那裏呢 就是在哪裏呢 其實這裏呢就是 悔改信靠神 即是在哪裏呢 因為其實這裏 全部都會有喜樂的果效 就是這些是 我們會結出的果子 侍奉的果子 悔改禮罪 信靠神 親近神 愛神 尊重神 結果子 結果子那裏包括 聖靈的果子 還有之前都有講到 有心靈的果子 由另一個角度看呢 就是 為何你應該 跟從神 和侍奉神的 就是那六點 大家有沒有印象 就是當你去幫人的時候 第七指是 第七指是 那個步驟而已 那個七那裏不重要 就是這裏 1、2、3、4、6 這個重要 這個方法其實很邏輯性 即是說 很簡單 神人掌會一切 你信靠親近 和侍奉 神一定無福 你不信靠 你不侵奉 你不侵奉 你不侍奉 一定有不良後果 那你選哪裏 不要以為你走得遠 是沒有人走得遠 你越親近神 越無福 求主幫助我們 真的 我現在問你 那你聽完之後 你在走哪裏呢 就是策略性 是的 沒錯 但是問題就是 我們的策略 如何提升 是吧 主理生命如何提升 為何更加有聖靈的果子 有聖靈的能力 越有聖靈的能力 那個侍奉越強 那我們怎樣可以 其實你們當中 有些人經歷 可能說 咦 我不及別人 別人又笑 這麼有 這麼有喜樂 那你說我沒有 那不緊要的 每一次你感受到平安的喜樂 你每日就用長的時間 越多時間越好 在祈禱的時候 你就怎樣呢 就想著耶穌真好 耶穌愛我 這個第一種祈禱 親近神的祈禱 耶穌愛我 恩典的祈禱 耶穌愛我祝福我的 還有呢 愛慕神 也都為代討 為這個地區 為教會 為周圍的人 為我代討 求神祝福 為你的家人代討 那麼呢 但是呢 就算你在代討的時間 都是愛慕神的狀態 就是神下 你一定聽這個祈禱 一定是祝福的 一定是詩恩的 不用擔心的 不是一種可憐式 自憐式的祈禱 而是呢 神一定會聽我們的祈禱 那這樣的心態呢 你天天在這種狀態 你就一直會提升 那我希望大家 你的生命一步會提升 那譬如好像 我現在去的地方 真的他們都覺得 很被幫助 那我都希望 你們會能夠這樣做 譬如我們今次去呢 剛去餘短孫呢 Mandy和袁 那袁呢 以前呢 他是不懂得 他本身的知識 也不高的 他自己都說出來 他讀書不多 但是呢 他就有這個心 為人祈禱 那為人祈禱 那為人祈禱 就很多人經歷聖靈 就是很多人的心靈改變 所以他自己看得到 神的能力 那我希望大家都能夠 在這方面呢 去發展神 你幫助我們 在這方面發展 多謝天父 感謝天父 求主激勵你的心 你要走哪條路呢 哪些人是最聰明智慧的 哪些人呢 就是完全走神的路 那你有什麽障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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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麽障礙呢 是處理不了的呢 你說那人整天對我不好 你知道你就放手了 這個人 你改變不了 你改變不了 你有了他 他是這樣 他到到 他可能 如果神改變他 他也會改變 但如果不是的話 他可能以後都是這樣 那你不接受他 就是這樣 他講的說話 不用放在心上 那你就會 自己我靠著神得靈 我沒有理由 因為他失去神的恩典 我沒有理由 因為他 我發揮不了生命 求主幫助我們 好了 今天呢 一會呢 我們會兩個人兩個人 分組去操練 去幫助對方的靈命 可以看看對方有什麽困難 這個就好像輔導那樣 有什麽困難 那你就去引導 他如何處理生命 而如果有些人有心 又可以為這位姊妹去祈禱 即是你想操練這件事 你就可以操練這件事 為他祈禱 讓你測試一下 你身上的恩高的神的 聖靈的同在 這個機會去測試 提升自己 是的 提升自己 好 那你有誰願意的呢 你就可以 總之你有兩個兩個 然後其他呢 就是有願意的 就為這位姊妹祈禱 哈利路亞 那你願意繼續行神的路啊 完全的發揮 有些什麽放得下 放不放得下 垃圾 垃圾放得下 OK 那你要分別哪些垃圾 那哪些放下 你會做的 然後 你會做的 我可以做的 你會做的 你會做的 好嗎 我可以做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